所以我們就持續來看到大陸的嫦娥6號探測器 是搭載了長征5號搖八運載火箭 在3號下午5點27分19秒的時候 是在文昌航太發射場 發射升空 並且也傳回了這一次太空之旅的首長自拍 讓網友驚嘆 嫦娥6號衝出了大氣層 再次傳回了二級發動機艙的自拍照片 大陸網友看了之後就驚嘆說 真的是滿滿的科技感 這個自拍照也太帥了吧 那麼前大使劍文集他分析說了 整個計畫非常的精明 凸顯在整個航天科技來說 大陸早已大幅的超越美國 是過去幾個世紀 對於這種新的未知的 這種境界的探索 都是西方人的發現 那麼終於輪到中國人了 也就是說 那一個這個宇宙的未知 它的答案是由中國人來找回來 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說中國長期在科技落後情況之下 那麼已經迎頭趕上 而且超越了一個最好的證明 這一次我覺得就是說 全世界現在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大概就是中國大陸了 所以就是說我不曉得美國說 2045年超越美國 我們就單向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超越美國了 大幅超越了 已經大幅超越了 另外還有就是 空間站的話 不是中國大陸已經超越了嗎 那我就想知道 美國現在領先在哪裡 美國說我們不打算去那裡 太黑了啦 好 我們來看到大陸的登月工程計劃 又更上一層樓了 在3號下午5點27分 搭載了嫦娥6號探測器的長征5號搖8運載火箭 在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發射 將會前往月球的背面 這項人類首次展開月備採樣任務 可以說是順利成功 從火箭發射到長二6號取到了 月備樣本返回地面 整個過程要經歷53天 而火箭發射之後 第一階段需要經過2000多秒 也就是30多分鐘的飛行 才能夠將嫦娥6號送入預定軌道 完成興建分離 開始奔向月球 總共需要5天的時間 並且在月面工作48個小時 完成月備樣品採樣 最後將樣品帶回地球 我們接下來就來聽一下 前空軍副司令張彥廷的分析 尤其是那個嫦娥6號奔月 剛才發射的影片大家可以看得到 還蠻穩定的深空那時候 整個一點火之後上去 它是蠻穩定的 因為這個在發射的初始階段 是蠻危險的 因為它是靜態 而且大量噴火 它的火有時候會反彈回來 燒這些金屬 所以一般來講在發射火箭 就跟飛機起飛一樣 飛機在起飛階段也是蠻危險的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個是要到月球的背面 中共在探月 探月行動它到背面 上次帶背面 也把那個月球的土壤 月廊 月球的土壤帶回地球 是這樣 這個非常的珍貴 第一次第一次 因為美國是在正面 到背面困難度高 因為你是中斷的 你的無限地還有飛控是受到阻隔 所以你這方面的經驚程度 是比較多的 第二個它這一次 你看它這一次 為什麼到背面 而且是到我們講到的盆地 盆地看看有沒有水 因為你在高樓的地方沒有水 盆地有時候會積水 大家看得到盆地 那盆地在盆地的底部 著陸的話困難度也蠻高 因為它凹進去的 沒有像那邊突出來 或在平坦的地方 它凹進去 然後又帶生命體 第一次 因為以前美國到 也包括印度 印度也曾經在月球的正面也有 但是都沒有帶生命體過去 所以在這個生命體 看月球的環境 因為月球的是真空嘛 極乎真空 地吸引力 地球六分之一嘛 地球一個基 月球六分之一個基 看它整個的那個狀況 那個生活狀況 那這一次的話 它就為我們講的 下一次的嫦娥計畫就登月 那這完畢之後 下一次的事實質 人就要上去了 它現在先運貨物 運實驗的東西過去 然後它這個也做了這方面的挑戰之後 另外一個也做了國際科研外交 法國的 歐洲航天局的 意大利的 巴基斯坦的 通通過來我幫你們 因為帶多帶小 現在東西又比較輕型化 好帶 沒有像以前的是重量化 核心化 現在已經 現在我們知道了 都已經複合材料了 都已經輕量化了 所以要帶這些東西也方便 空間也夠 既然要一次發射一次做 那不如帶多一點嘛 那你要一個什麼東西 你要做一個什麼實驗 零重力實驗 或者是藥物實驗 還是生物實驗 還是生化實驗 你跟我 但是你自己來做 我這一個空間給你 重量限制多少 空間大小多少 我給你 你來做 但是問題 這個國際外交 國際科研 這種還有 這種 我們講的 有某種層出的 金氏上的合作 因為這已經到太空領域了 那這個又不一樣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何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